一股阴霾 此刻已经完全笼罩了在场所有正道众人的心头 就在刚刚不久之前 这些人还和自己并肩而战的战友 转眼间却能刀刀相向 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 又或者说 万一是自己被迷惑了心智之后 像是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 蜂拥挤在红桥之上的魔教大军 纷纷狂叫起来兴奋无比 而趁着刚才那阵正道众人的小小混乱 一批魔教爪牙竟然冲下了红桥 扑红大师连忙喝令围叫 这些魔教爪牙虽然本是凡人 但此刻魔化之后 大兜是力大无穷 躯体也坚韧了许多 青云门中寻常弟子法宝仙剑砍了上去 竟然许多时候不能及时杀死 被他们生生拖住了片刻时间 也就是趁着这短短的间隙 天穷之上血球呼啸 其中狂笑连连 转眼间又是十几道光柱射了下来 鸿芒闪烁诡异之极 顿时正道中人纷纷走避 谁也不想变到眼前那些活生生 如行尸走肉一般的人物 这一下虽然朴红大师竭力指挥 但正道中人已是大乱 红桥之上的魔教大军 狂呼连连 压力越来越大 参与几个苦苦支撑的正道中人 左之右措 终于是支撑不住 就听着轰轰联响了数声 几具身体被打飞出去 正是刚才守在红桥边上的正道弟子 瞬间如巨被崩溃 狂暴的人潮轰然涌下 凶狠的嘶吼咆哮声中 无数魔教爪牙蜂拥而上 顿时正道中人被冲得七零八落 整个防线依然是完全被冲垮 人间地狱仿佛就在眼前 所有人的心头都只剩下绝望两个字 在无穷无尽的疯狂人潮之下 多数的正道被封割开来 往往一个人就要面对十个可怕 而汉不畏死的敌人 每一个人都在奋勇杀敌 因为不杀敌 自己就要被砍作肉酱 天际红云闪烁 血气蒸腾 那骄狂的笑声似乎越来越响亮 充满了志得一满 陆雪奇也在人群之中厮杀着 天涯神剑闪烁着淡蓝色的光辉 在他身边上下飞舞 每一道清冷的光辉掠过 都会有敌人吼叫着失去生命 只是一个敌人倒下 转眼就有两三个 甚至四五个人扑上来 他一身的白衣 此刻都已经被鲜血染住了红色 渐渐地他的动作挥舞越来越慢 手臂仿佛也变得越来越重 身边不断迸发出绝望嘶吼的声音 在他耳中已经开始变得麻木起来 他早就不知道 自己的剑下夺走了多少生命 只是凭借着本能 竭力地自保着 他咬着牙 挥剑横扫 将身前三个扑来的魔教爪牙逼退 刚想驾照左边砍来的一柄大刀 忽然脚下一软 竟是身体脱力 软了下去 陆雪奇的心中大惊 用尽了余力向旁边一让 然而瞬间只觉眼冒金星 一阵眩晕 片刻之后 左肩处猛然一阵剧痛传来 心血飞剑 这痛楚反而激发了他体内惨力 背齿紧咬 陆雪奇反手一剑 天涯神剑势如破竹 顿时将那敌神砍翻在地 但同一时刻周围数十个恐怖的身影 毅然扑了过来 陆雪奇的心中略过一阵绝望之意 只是在这个时候 他脸上却并没有害怕恐惧的神情 在遮天蔽至的血盲之下 他轻轻叹了口气 像是认命了一般 闭上了双眼 手一转 天涯神剑清光大盛 他口中嘀嘀叫了一声 小凡 悠悠声中 天涯神剑向着他白皙的脖子抹去 眼看着陆雪奇就要香消欲云 危急关头 忽然急风呼啸之声传来 一股大力将天涯神剑 再离陆雪奇脖子三分处给拦了下来 同时狂风暴起 来人竟是以无形弃进 将那些扑来的魔教爪牙 尽数震飞出去 陆雪奇吃了一惊 睁眼看去 却只见救了自己一命的 乃是恩师水悦 水悦大师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好看 显然也消耗了不少的元气 就连他身上 有好几道伤口挂了财 陆雪奇叫了一声师父 就暂也说不下去了 水悦大师虽然逼退了周围敌人 但脸色灰败 看上去气喘吁吁 只是他眼中的目光仍然坚定 大声对陆雪奇喊道 雪奇 活下去 记住师父的话 好好活下去 话未说完 突然间 水悦大师的身躯大震 脸色是瞬间没了血色 陆雪奇失声惊叫 师父 你 你怎么了 他的声音忽然哑了 一柄锐利的长刀带着鲜血痕迹从水悦大师的胸口透了出来 水悦大师的身体摇晃了一下 突然怒喝了一声 他猛然转身一掌拍去 顿时将身后偷袭之人积出了数掌之远 鲜血狂奔眼见是不活了 而那人也是汉勇 虽然失去了性命 但身体飞出 手上竟然仍然紧抓长刀不放 这件血光 爆剑 刀离人身 水悦大师是一城痛恨 身子在原地转了两圈 终于是支撑不住 倒了下来 鲜血骑脑海中瞬间一片空白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天涯神剑的光火大盛 主怒凤冲天 顿时将方圆一帐之内的魔教爪牙尽数逼退 其间血肉横飞 不知多少人走壁不及 死在了天涯之下 他逼退魔教爪牙之后 亮亮呛呛冲到水悦大师的身旁 一把抱住了水悦大师 泪眼朦胧 师父 师父 师父你怎么了 你别走 师父 水悦大师的胸口伤口太深了 鲜血是全喷而出 一看就是已经回天乏术 就连眼中的神光正在快速地消散 只是他仿佛仍是听到了辛亥弟子的哭喊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最后的一丝笑钟 看向陆雪奇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 雪奇 记住 好好活下 去 一个去字是勉强吐出 水悦大师像是丧失了所有力气 身体微微一震 然后软了下去 一双眼睛也是缓缓地合上 陆雪奇如五雷轰顶 整个身子是摇摇欲坠 然而周围的魔教中人是不会给他时间的 趁着这片刻的功夫 又有大群敌人扑了上来 陆雪奇的脸色霞白 像是一时间受不了师父在面前去世的事实 又像是终究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他全然没有反抗之意 但身旁突然冲过一个人眼 将他在危险之中拉了开去 陆雪奇的身体一震 转眼看去 却是满身同样染血的世界文明 陆雪奇的心中一酸 师姐 师父的 文明也是双眼含泪 但仍然紧咬着牙关 一剑逼退了身前之底 他紧紧抓着陆雪奇的手 大声喊道 师妹 听师父的话 我们要好好活下去 陆雪奇的身子一震 回头 像逐渐淹没在魔教人群之中 那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身影 看了一眼 像是两团火焰猛然在眼中燃烧起来 他一咬牙 终于再度挥舞起天涯神剑 与文敏背靠着背 用尽了身体每一份力量 奋力地厮杀着 坚持着 为了每一份活下去的希望 苦苦支撑着 血色光芒 依旧铺垫盖地般汹涌而来 不禁有丝毫的阳光 狂暴的战场上 已然变作了人间地狱 正道众人战死得越来越多 便在这时 忽然红桥边上的 碧水寒潭里 一声长啸 水泼泵裂 一只巨大的灵兽 轰然跃出 正是青云门 镇山灵兽 水淇琳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水淇琳已经是张牙舞爪 冲向了魔教秘籍的人群之中 力兆飞舞 巨口狂逝 这一下 顿时将魔教的阵势冲得大乱 如此一个庞然大悟 就算是再凶悍的人 也会本能地心生恐惧 纷纷走避 水淇琳的突然出现 正是给了几乎叫全军覆没的正道中人一个喘息之机 许多魔教爪牙 纷纷回身冲向那头巨兽 重压之下 几乎叫支撑不住的许多正道中人 都是侥幸逃过了一劫 眼看水淇琳在魔教人群之中左凸右冲 左向披靡 绝望叫喊声此起彼伏 风头就是一时无两 正道那边都趁这个机会 退到了狱青殿上的时间 陆雪奇和文敏几乎早就已经完全脱离 文敏的道行比陆雪奇还差了一筹 面前敌人暂且退去 没了那股杀敌的气势 他竟然几乎连十阶都走不上去了 陆雪奇比文敏也好不到哪去 但到底两个师姐妹还是互相搀扶着 勉强走上了狱青殿 只是一看周围 两人的心中都不禁生出几分良意 站在狱青殿前的正道中人 一眼看过去竟然还不到两百人 而且个个身上带着伤 血迹斑斑 两人对望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绝望之色 水淇灵纵然神勇 但在魔教的妖法之下又岂能长久 果然 水淇灵虽然开头神勇无敌 将魔教大军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但随着周围压力越来越大 水淇灵虽然吼声震吼 但已经渐渐露出了颓势 尤其是人群之中 不时出现那些修道之士 以法宝攻击 对水淇灵伤害其大 加上周围无穷无尽 犹如蚂蚁一般疯狂涌上的魔教大军 小半个时辰之后 水淇灵终于也露出了魏姐之色 身上是伤痕累累 猛然间只见他巨头一晃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 却是反身大步冲黑雕血路 再度跳回了避水寒潭之中 潜入深水 再不露面了 虽然狱青殿上的正道终枕 大都已经在刚才那场战斗中 看出了结果 但是当水淇灵果然不敌而逃的时候 每个人的面上 仍是露出痛楚之色 看着那黑压压一片的魔教爪牙 再度转向这里 一股绝望的气息 弥漫在人群之中 陆雪奇挣扎地站了起来 将天涯神剑轻轻举起 横在自己的颈边 文敏吃了一惊 刚想阻挡 陆雪奇已经轻轻地说道 师姐 算了 已经没有可能了 我宁愿自尽 也不愿再让那些人的脏手杀我 文敏的眼中含泪 忽然身后传出一阵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 身子一阵 却是大竹风的宋大人 宋大人笑了笑 伸出手来 拉住他白系的手掌 紧紧握在手中 文敏像是突然得到了勇气 面上不再有恐惧和绝望 他慢慢地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回过头对着陆雪奇说道 师妹 你安心去吧 我们马上就过来陪你了 陆雪奇看了一眼 他们紧紧相握的手掌 还有互相依偎的身影 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随后他闭上眼睛 在心中轻轻地呼唤着 小梵 我们来上再见了 天涯神剑的冰寒之气 像是透过了肌肤渗入了血脉 他微微笑着 手上猛然抓紧了剑柄 突然就在此刻 旁边的文敏惊叫了一声 师妹 等等 陆雪奇一正 他放下天涯 什么 文敏转过身子 却是望向了通天峰的后山 惊恶万分 你听 你听 那是什么声音 原本狂暴喧闹的战场上 不知为何 突然间变得安静下来 没有一点声音 那些张牙舞爪的魔教大军 一个一个都正在了原地 沉默的静谜中 古老的通天峰 整座的山脉 竟是浑浑颤抖起来 一声低沉的长啸 从通天峰的后山迸发而出 逐渐拔高 转为激昂清月 生烈金石直冲云霄 在啸声中 一道巨大的豪光冲天而起 如被禁锢了千年万年的巨龙 轰然月初 驰骋九天 呼风唤雨而来 狂风呼啸 天地变色 群山尽数低头 无数人手中的法宝兵阵 全都开始微微自行颤抖起来 朱仙 朱仙 那是朱仙呢 忽然一阵带着惊喜的呼喊 在玉清殿间响了起来 青云门残存的弟子中 就算是身负重伤的 也仿佛完全忘却了痛苦 纷纷挣扎着站起看去 那璀璨而壮观的光柱 通天灌地不可一世 仿佛就是他们心中 无与伦比的骄傲与寄托 被血红色光芒遮住了天 顿时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光辉 逼了开去 璀璨的光芒 翱翔于九天之上 飞驰而来 在通天风的上空 豁然迸发 放射出万丈光芒 如那炙热的太阳落住人间 将所有黑暗尽数驱离 那光辉的深处 一个身影缓缓显露出来 只是那光辉太过灿烂 竟是看不清楚他的容颜 只是在光影闪烁之间 人们分明清楚地看到 那个人影的手中 缓缓地举起了一把骨剑 诸仙骨剑 瞬间玉清殿上爆发出一身 震天般的呼喊和欢笑 文敏和宋大人都是热泪盈眶 只有陆雪奇忽然身子摇晃了一下 面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 只是此刻 人人掩望天际 没有人发现他的一样 天际之上那个身影 虽然容在光辉之中 若隐若现看不清楚 但那轮廓影子 却早就已经深深眷刻在他的心中 死都不会忘 又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小凡 他在心中千百次地呼喊着 用手紧紧抓住了胸口的一斤 像是只有这样 才能压制住自己那狂跳的筋脏 小凡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我先忘了 我们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